詞曲 еюсь droiggers 字幕 聯同 按讚 大家有多麼深愛香港哪裡有一個國家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 好,今天是2023年7月10日 如果你看中文媒体 比耶伦 哇,重口味啊 耶伦访华 大家看到的是可以说屈辱之旅 我想没人会不同意啦,是不是? 哼,不如自己吃杯面吧 啊,找杯面招呼他算了 但如果看英文媒体的时候 又会是如何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去Compare一下 那但是他又只不过是将一些外国的媒体译回来做中文的 会不会加嫌加醋就不清楚了 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Bad Cop Good Cop 布林肯就充当着这个坏警察的作用 而耶伦呢 就是充当着好警察的作用的说 这么厉害啊 那些人在幻想啊,是不是? 有幻觉啊 Hallucination 吃错若顶啊 别人摆到明去放水的 都还可以加警察两个字下去的 是不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好像 那这个是胡罗伯 这个是棒子 那耶伦呢 就负责是胡罗伯的角色这样啊 那就不清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文媒体方面先 看一下有没有加嫌加醋啊嘛 但是他的说法呢 就跟之前中国外交部班粉饼说的东西一样的 世界够大 融得下中国和美国 秦刚的说法来的这个是 耶伦今次复述一次 就不知有没有跟秦刚那里呢 撕伤瘦瘦啊 美国财长耶伦7月9号结束4日的访华行程 吃了很多美食啊 混蓝米先 他就承认了 中美存在重大的分歧 就要明确直接地沟通 就是之前那些隔空对码呢 就是间接的 事次访问呢 就有助建立 深化 和中国新经济团队的交流渠道 那旧那班就是平气而不用的了 新班纸就是李强 就是之前李克强谈定了那堆东西又不算数的了 那又重新了 美国是不寻求和中国这个反人类国家呢 他没有说反人类啦 那经济脱欧的 那就是和反人类国家合作了 你不脱欧算不算合作呢 形容啦 此举对两国呢 就是脱欧啊 都是灾难性的 不脱欧 那就是合作的啦 没有其他的啦 合作少些咯 那都是朝脱欧的方向 脱下又不脱下 那样是吧 又抱皮靶又搬遮面 那话说 耶论呢 就举行了了 长达十小时的双边会谈 少过布林肯啊 他觉得今次呢 是直接 实质性 和富有成效 有助稳定双方的关系 还有 没有任何的一次访问 可以一夜之间呢 就解决美中的挑战 个意思是 还要好多次访问啦 他又希望建立具弹性 和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 减少误解 还有为气候变化 和债务危机等等的领域 中美方面的合作呢 就铺平条道路 所以克里之后 也会访华 另外啦 他也讲到两国未来呀 会有连续不断的接触哦 他又说明 拜登政府是寻求和中国呢 就进行健康 良性的经济竞争 为这个美国的企业 和僱员呢 就打造公平的环境 那有一批的说法就是 其实讲一下而已 他们做的时候 都是很硬正的 这些就只不过是 碎池 一有运 他是想收拾了这个俄罗斯之后呢 才再算 所以稍前呢 对中国来讲 他们都会是 和远的态度 那 另外的中文媒体 又讲到呢 似乎怪责他那样哦 耶伦结束访华 欠实责的成果 就话说啦 外界对今次耶伦访华 其实是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的 绑华之后 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成果 只是讲到有直接 实质和富有成效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呢 外界是很想 中美之间 互相这样去 确认 承认 他们是谈了 某一方面是可以合作 降低市场的忧虑 如果没有实质的生意单 各样谈到回来 那这些都是虚话 那他其中有一句 也是蠢刚的说话啦 总统拜登和我 就是这么熟啊 大家都白头发 就没有由大国冲突的框架 来看中美的关系的 就是不是非有即是敌 不是毛泽东那一套啦 毛泽东那一套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嘛 耶伦相信世界是够大 足以容纳美国和中国共同繁荣发展 哼 谁跟你共同繁荣发展啦 就只不过中国目前呢 打不低 那所以呢 韜光养晦 之后才阴死你 那但是又OK的哦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美国是很慷慨的 随便拿 随便拿 那记者当然就想逼些东西出来啦 他又问及了 拜登政府呢 考虑限制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 去防止有一些投资项目是会助长了中国的军事发展的 那耶伦就回答他咯 他就说有关的审查呢 只是针对一小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 我想他是说一些晶片业啦 目前都只不过是晶片上面有禁制的而已嘛 其他的东西没禁制到的 仍然是全面开放的 就是那些基本物品 那坊间很多就说 一面倒觉得没什么实际的成效 耶伦就只不过是瑞池而已 但是都是中文媒体啊 中文大学全球经济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泰良 那他那些分析呢 大家可以当他是一个本土学者看的了 就是都是共产学者啦 那他又似乎是吹嘘到天上有地下无 今次呢 是美国对中国有所求啊 因为财政部是处理债务问题等等为主的 听不听就居多啦 可能中方只是承诺不会减少所持的美债的而已 就不会和他再买的啦 所以双方呢 就会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他是用一个美国需要中国买债 这一个这样的态度 去分析这件事情啊 这个也是一贯蓝丝的看法 美国终于向中国跪低啦 奇怪就在于啊 其实应该翻译给一些西洋的人 听下啦 我都会这样讲 让他们评一下嘛 他们又认为如何 因为中国的说法呢 和西方的说法就真是很不同 你不会见到西方说 耶伦其实是去黑丹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BBC怎样说这件事情 Has Janet Yellen's trip to Beijing improved US-China relations 此行到底有没有改善中美关系呢 我就照译给大家听啦 西方媒体啊哈 稍后我找完美国媒体啊 看一看 Well but one very basic metric yes 即是如果用非常基本的分析方法的话呢 是 肯聊天啦 面对面啦 有礼物啊 互相尊重啊 如果你不叫亲热的话 我就觉得很亲热啊 就和李强赞在美嘴对嘴的咯 对比起特仔时代 今次呢 几友好啊 当时就互相喊话的咯 而语气方面 内容方面啦 双方来说都是正面的 还有很实质 耶伦呢 他就根据了布林肯的说法 就说到 双方呢 是想承诺去稳定关系 即是现在他的主调就是破冰啦 稳定关系啊 而灵活 有建设性的沟通渠道 就说了这样东西咯 所以中方媒体和西方媒体亦的东西 其实差不多的咯 就只不过 西方媒体没有引述 张泰亮中文大学那个说法的咯 是不是黑单啊 黑人买美债啊 这样 还有 也说到啊 拜登政府似乎就想显示 自己并不是延续Donald Trump的政策来的 不是一个敌意的政策来的 是有沟通的 就只不过呢 双方的分歧就在这个晶片上面 即是人权方面没有分歧的 原来 我昨天可能说错了 说什么人权方面有分歧 分歧是你要救责他 你真是要help他accountable 那就说是大家有分歧而已 因为中方的说法一定不想你去问他责的嘛 那又是啦 啊 又要佩服那种勇气的咯 因为他可以扔低了气球事件啦 扔低了 就是武汉实验室事件啦 扔低了军门俄罗斯的事件啦 所有的一切都不及得上沟通的重要性啊哈 耶伦不愧为耶伦 那剩下中美的分歧就只在于这个军事晶片各样的 是吧 那要突破也都很容易而已 韜光养晦再阴鬼了他的晶片那就可以了 所以今时今日大家就开始更加理解到Emily的说法是吧 有专业这样去参选 就是有专业这样去丧失专业 所以Emily这些天意无言 是之倚仗啊 大家都是女性 她是好说得出耶伦的那个处境的 同时间 那纽约时报啦 我们不仅是看这个英国那边的说法嘛 她可能没掌握到美国的密博 美国纽约时报方面啦 吃错药啊 她跟坊间的分析 南园又不切 就是好像美国没有跪低那样 中国方面的资讯呢 美国就已经全体跪低了的了嘛 那纽约时报是这么说的 由数字去看中美关系 竞争激烈 但彼此不可划决 不可划决 不就是继续在合作中咯 竞争激烈 是不是都竞争激烈的啦 她是这么说的 世界两个大经济体 合计占全球产出的40% 就是GDP啊 她就用数字说话 美国经济继续超过中国 这个不用说啊 一二而已嘛 而看回了 美国的GDP 25.5万亿 中国的GDP 18万亿 不过 她就这么说了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 以2022年为例 美国由中国进口的商品 和服务 是创纪录的 5636亿 不过她就说到了 美国由中国进口的比例 一直在那儿下降 你一直下降又怎样去创纪录呢 那除非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 那个交易都创纪录啦 而那个纪录来说呢 就更加超过了美中贸易的赤字啦 如果不是你的比例不会降的 所以 她那个结论我觉得是错的 因为 《纽约时报》说到 这个数据就表明了 有些企业和中国呢 是切断联系的 我又不敢认为的 因为你是实牙实耻 现兜兜的 那个入口值是上升了的嘛 那你可以说通胀的 但是通胀都涨不了那么多的 始终都是入多了 那另外《纽约时报》也说到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贷款国之一啦 持有近一万亿美金的美国债务 那另外 也挺有趣的 其他那些呢 就很开心赚钱 但是在中国那儿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 根据美国商会的调查 56%来说 2022年是完全没有盈利的 那他们都还要在中国那儿继续做生意 那可能很简单说一句啦 他们会赖疫情 就算被人肛息子都在所不息 总之有盈利就得 没有盈利哦 现在不是 通关之后会变得更好的 可能他们这样认为啦 但是你在中国那儿发展 为的是高增长哦 没有盈利都继续做 这么犯战呢 可能是兴趣来啦 那没有的 他们就会遭受到市场的惩罚啦 就是被人租责到这样样 都是他们deserve啦 男路女鸡就只日可待 话说 在北京举行会晤的第一天 纽约时报说的 耶伦就为美国企业 做出强而有力的辩护 说他们不是的 他们没做坏事的 他们没做间谍呢 是不是那些呀 耶伦当时说到 在跟中方同行 大家都做财长那些是吧 的会面里面 传达了美国商界了解到的担忧 就是中国使用非市场工具 例如向国有企业 和国内公司就扩大补贴 还有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准入壁垒 就是抽关税啦 又或者是给多些regulation 他们甚至乎利用到知识产权方面 针对这些美国企业 这些就叫非市场的工具 以及养大的竞争者 不一向的咯 中国不是第一天做的咯 这些担忧存在了这么久 那以往来说 为何这些企业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原因很简单 当时赚的钱超过了他们的风险 所以他们仍然觉得有利可逃 但是 世界这魔大容得下 中美两国互相竞争 互相发展 问题是 人家都抄了你的东西 剩下晶片那一行 就等同属山剑合传里面 那只精灵 只要入到这个 俄眉派大师兄的脑袋 他就可以控制到他了 这个单臣子 结果所有功力就为思路所用 优传那只小精灵 那其实 他派得耶伦出去就必定的啦 布林肯都是 都是聊天的嘛 耶伦 一向都是以温和派的理念 去处理事情的 可以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 晶片禁令呢 就令到中国非常之不高兴 耶伦就是要安抚这些这样的情绪 但是贸易方面又不是他主理 于是乎呢 他又开出两张大单 一张就是环保 所以克里之后呢 就会去谈谈合作 但是就一买一买 除了气候变迁方面会释出善意之外呢 他亦想中方啊 就减少打压美国的企业 即使他们愿意自己被打压都好啦 另一方面呢 就是买多些美债 那别人又没说错他的咯 如果大家见到气球事件 武汉实验室事件 种种的事项都已经叫停各样的时候呢 再加上不断地有美国的市捷访华 中国又这么欢迎的时候 莫非韜光养晦又真是成功 那我不清楚啦 就是拜登政府啊 星期五 7月7号时候在CNN里 拜登是这么说 他就说到了 当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呢 他是曾经 我不知道啊 打电话 向习近平提醒 就叫他要小心 因为中国是需要西方投资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啊 西方是高度地关注中国立场 那算不算是通水啊 那拜登就说到 突然间变了爱因斯坦啊 爱登斯坦 拜登就说了 我跟他说 这个不是威胁 是observe 啊 是一个观察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 600家美国企业啊 就撤出了俄罗斯 而你跟我说了 中国的经济呢 就抑赖欧洲和美国投资的嘛 那所以呢 就要小心啊 那拜登说到 习近平反应啊 他仔细地听 没有反驳 可能因为不懂英文啊 或者 啊 不懂中文啊 翻译完翻译给他听 他都不知道 如果你好注意地看 他其实呢 就没在俄罗斯身上 贯注全力的 咦 就是买两边了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了 这个是拜登所说的啊 那莫非他又制出一张牌 叫做联中制宿 没什么好结果的而已 前三十年 就养大了一只大巨兽 今时今日搞到你鸡毛鸭血 后三十年 那不知道啦 俄罗斯倒下 是不是代表美国就高枕无忧呢 中国还在哦 哼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